中央地方一条新联合行销文旦幼的农产之外 瑞乡农会确保文旦幼农产食安还有品质 8号开始一年两天要举办今年度花莲的文旦幼评价比赛 不仅参赛幼农人数创历年新高 农会的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今年新增加了有机文旦幼主别 与有将近十位有机生产文旦幼的农民来参加 赛事更有看头 为了促销在地优质的文旦幼 也保障品牌与品质 瑞乡农会每年都会办理文旦幼评价比赛 今年的评价比赛将在9月9号隆总登场 不论是产销班还是小农各个踊跃参赛 摩拳插掌教组文旦幼金牌奖 农会指出也因此受理参赛的人数创历年来的新高 那这次参加的选手 在我们冠行法的部分总共有40组的选手 那在我们有机组的部分总共有9组的选手 那突破了我们历年来最大的一个参赛的一个人数 瑞瑞荷钢文旦幼品质产量为全国数一数二 除了一般文旦产销履历的规范生产 近几年来更有不少农民投入有机文旦幼的栽培管理 确保食安与品质 因此今年度农会别开生命 首度开办有机文旦幼品鉴比赛 提供消费者更多样的选择 相农会除了协助我们文旦幼农做文旦的行销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品质上能够再次的提升 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8号要开始来办理我们的花莲县文旦幼的评鉴会 那这次跟以往比较不同的部分 我们有特别区隔一个叫有机组的部分 希望我们有机的农友也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文旦幼评鉴 办理文旦幼评鉴比赛也将近30多年 一来提供农民生产技术的交流平台 再者确保农产品质也落实文旦幼农产分级分价 推广行销 让农民与消费者彼此双赢 总干事黄胜黄说 是参赛成绩水准调整奖项名额 原则上将以成绩依序分为金牌奖、银牌及铜牌奖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